给孩子学习写字做准备 您可以让他们先描红字母和数字 您可以写一个字母或是数字 并告诉孩子那是什么 举个例子 这是数字三 下一步您可以让孩子用手指去描红 然后您可以问他们 这个数字是什么 他们可以说三 他们可以多做几次这个 描红然后说出名字 描红是帮助孩子学习写字母和数字的第一步 也不能够 这些练习写字母和数字相比 这些练习写字都可以了心 这些练习写字의理解 有点发生了 这个练习写字母和数字编架